起之后 宋金签订海上盟约 联合抗辽 话说大辽天作皇帝 带领七十万人马要攻打大金 哪知道兵马刚过混同江 他的后方出事了 天作皇帝只好回兵去秦沙 耶律张奴 大金首领官叶阿胡达 城市率军随后诛杀 他东西两路夹击 打得辽军大败死伤无数 消息传到了东京汴梁 丞相蔡金 太尉铜冠 给皇上献祭说 我们何不借助金人力量夹击大辽 随后天子命同贯为帅 带领十五万人马兵奔燕京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军被打得大败亏数 溃不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点栏目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要吵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这些人 很终年 我们要谈订阅明镜 请请哎呜 如果这么多 很无赖 我准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北宣服副使刘阁 拜见瞻韩元帅 韩朝 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 元帅 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 元帅 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 来了个宋人 说是什么河北宣服副使 宋人 宋人来拜见孤家干什么呀 难道是来给我们送碎壁的 元帅 您醉了 你说我醉了 喝这种酒也能喝醉吗 要不你尝尝 你尝尝 元帅 我此行有要事相商 五合酒谈什么要事 来人 送客 将军受伤不胜酒力 再下来替他喝 味道 多他们可送些水 尽力 唐 你们倒进来干什么 我军被困幽州 奉宣府治治史同贯大人之命 特来向元帅请兵持援 借宋军燃眉之急 你们不是有十五万大军吗 区区几千辽兵 就把你们的眉兵 给点着了 元帅 我们北位危在旦夕 请速速派兵持援 我们大七 与你们大宋缔结海上之盟 是觉得你们还有可用之处 以为你们只是一只生了病的狼 现在看来 你们根本就是一只羊 现在要被别人吃了 太怕了 我们大宋男儿没什么怕的 我让你死 你怕不怕呀 不怕 好 元帅请手下留情 将军 让他来吧 叫世人看一看 他们金人是如何对待盟友的 岳飞 你糊涂 岳帅 我们这次来请兵 是因为幽州城数万百姓就要被屠杀 而不是因为害怕 而不是因为害怕 作为一个军人 上了战场 就意味着马阁过失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那你把这碗酒喝了 好 元帅 你们金人有此习俗 我们宋人也有一个习俗 什么习俗 我们宋人的习俗叫做礼尚往来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好 元飞 不要妄撞 让他来 退下 元帅 这门来打射不中的 向上 告辞 岳帅 那要不要出兵 大哥 刚才你可真威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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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下令马 岳飞王贵 在 你二人速回汴京 向皇上禀报知情 请皇上派兵持援 将军 那你呢 为辽军决议死战 成在我在 成亡我亡 危难关头 我们离去等于就是逃兵 我们不能做逃兵 你们是奉命去请救兵 不是逃兵 岳飞誓死追随刘将军 王贵誓死追随刘将军 我等誓死追随刘将军 我等誓死追随刘将军 好 岳飞 你负责把帅气躲回来 其他人 随我杀进程序 保护铜冠大人 是 杀 杀 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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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走 谢谢 孙大人熬不住了 带孙大人先走 是 大哥 刘大人呢 等我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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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快 打着我没事 聪大院 空大院 空大名 杀 杀 撤 好 好 好 杀兵 杀 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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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再来 再来 蔡大人 敬你一杯 来来来 看 佟 佟大人 下官无能 治君无方 罪该万死 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我是在部下的掩护之下 突出了同围 后来金人赶来池原大败辽军 眼下 燕云十六周现已尽在金军之首啊 背马车 进宫 这十六周 还在金人的手里 我们要想拿回来 恐怕还得花重金去买 毕竟金人也不那么简单啊 太祖太宗 一直试图用银两赎回燕云十六周 都没有成功啊 这回无论花费多大代价 都要完成历代祖宗 和老百姓的愿望 是啊 是啊 不过陛下 眼下哭吟并不富裕 这军一废 行了 行了 朕一听到这些证物就想睡觉 这样 此事就交由你来裁决定多就好 陛下放心 老臣一定将此事办妥 其实这种琐事 劳神费司 皇上的龙体安康才是社稷之福啊 陛下 当以四海为家 以太平为鱼 人生几何呀 人生几何呀 快étais 知我倚 怪不兔 到了 皇上 佳 公子 报告 明阶 каб 将军 想不到 我还能活着 这次要不是你 我现在正跟阎王爷下棋呢 将军在战场上一一敌百 杀敌无数 要不是因为你帮我挡了那刀 现在跟阎王爷下棋的可就是我呀 岳飞 你第一次杀敌 什么感觉啊 当我把枪刺进敌人胸口的时候 看到他垂死绝望的眼神 我觉得自己手中的枪 有万金尘 我实在不想再杀人了 岳飞啊 战场上就是如此 不是你死 我 岳飞啊 战场上就是如此 便是我王啊 眼下是多事之囚 正是你们这些年轻人 大战身手的好时候 我朝 自狄青以来 便罕有名将 正因为如此 便将狸狱遭侵犯 社稷因此不闻 岳飞啊 我希望 下一次带他们打仗的 是你 将军言重了 岳飞一定会尽力的 好 好啊 来 那大辽的天作地 已经被我军围入夹山树月 可夹山天险一手难攻 我军暂时无法进入 陛下 契丹的主力 已经被我骁勇善战的 女真骑兵所消灭 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 就如秋后的蚂蚱 没什么可奔斗了 大辽气数一尽 情复之日不远了 宋军如何 宋军 宋军更是不堪一击 向那同贯号称领十五万大军围攻燕京 未抢军功 他不准辽兵投降 想要强行攻击燕京 辽都统肖干 只能率重抵抗 可是谁能想到 在征讨方辣之际 耀武扬威的大宋皇朝军 面对区区数千辽军的残兵败将 居然被打得兵败如山倒 愧军相互践踏 延绵数十里 最后还是靠我大金铁骑及时赶到 将辽军一举歼命 哈哈哈哈 羊羊大宋 强盖若枝 兵不速炼 如今是军昏陈庸 他们那个皇上 满脑子的诗词歌赋 花鸟鱼虫 他懂得什么打仗 懂得什么治国 他养的那些御林军 只能帮他运石头 皇上 以末将之鉴 那大辽已时日无多 待我军灭辽之后 就可以将矛头直指大宋 皇上 那大辽的天作地困手佳山 誓死不详 我军暂时无法攻入 现在该如何是好 既然攻不进去 让宋人想办法去劝降 等他们自己下山 我们再动手 皇上听命 中原地狱广袤 我们要开疆拓土 还得大宋的鼎力相助才是 湛涵 你负责把燕云十六折的壮丁 与祥军归入枕边 搜掠所有财物 入角国库 是 我来帮你 没事大哥 养了大哥 来吧 养了大哥 王贵怕养 怕养的人怕老婆 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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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君的媳妇 我不疼谁疼啊 快 快 你死了 坐下 你们想去才行 乃振风 把你韩大人给吹来了 刘将军 你这是 没事 请坐 请坐 什么风 邪封 何事犯难呢 承祥让我去趟边境 同汪伯彦商量一下劝祥之事 劝祥 你是说辽军 正是 金人希望我们出面 进夹山劝祥天作地 怎么会让你去啊 一言难尽呢 若干年前 我与那天作地交好 他们是仗着 我有这份薄面 可以去劝祥天作地 哪想到 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现如今 最近我们与金人联合共同抗聊 雁然已经是成为了仇敌 这教我如何是好啊 这可是丞相之名 你不能违抗啊 你还得走这一趟 到时候 你跟汪伯彦把话说清楚 请他转告我丞相大人 我相信他能理解你的苦衷啊 但愿如此吧 刘将军啊 韩某此来还有一事相求 此次从巷州到汴京 一路上是路途艰险匪扣横行 韩某是希望刘将军 能借手下的弟兄保护韩某一程 好 我派最好的赶战士送你一程 那韩某就此谢过刘将军了 秋 conceive 你还内军你借手 dire 你やそう 请阅 clin封 要不要向一个宇宙 快rench 爹 在哪个宇宙里 让开 都给我让开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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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放开 把手交给开 趁机 你 是 是 你 我 你们 是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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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禁地不要行凶 上 阿弥陀佛 靠山雄 你逃不了了 赶紧出来投降 我便饶你不死 唐老爷 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想当兵了 反正被抓回你也是死 你们要是再敢动手 他们就没命了 这位乡亲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几个逃兵劫持了两个女子 我不想死 打了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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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 别杀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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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坚持这么多人质 是没有用的 你们坚持这么多人质 我会见一个杀一个 弓箭手 准备 老大 好多弓箭手 怎么办 去 老大 怎么办 老大 快决定啊 别挑了 老大 快想想办法呀 我想想再说 别杀我 别杀我 跑了 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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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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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有如此天人共愤之事 大人 我已经查过了 这些逃兵在附近为非作歹 已有多日 而本地衙门因为胆小怕事 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请韩大人 一定为李姑娘的母亲申冤 李姑娘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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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老夫已此官回乡多年 但朝中还是有一些人脉 况且此事有辱王法天理不容 你放心 这件事就交于老夫来办 老夫一定替你成奸除恶 多谢韩老爷大恩大德 来 快请起 李姑娘 既然你要敢往汴京去投亲 那么就跟随老夫一同前往 这样呢 一路之上 我们也好有个照应 多谢韩老爷 不必多礼 明日一早 我们就动身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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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обрate 王贵 大哥 天色已晚 你跟韩大人在这里安营渣寨 是 我去前面探探路 大哥 你小心点 驾 确词 好 我看你 我sad 我 好 猪 小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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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大哥 怎么样 我都打算清楚了 他们一共十一个人 八匹马三辆车 咱们干个吧 他们现在到哪里了 乱草岗正准备过夜呢 乱草岗 他们到时候挑地方 知道上山的路 大爷们不好攻啊 都要他走 这个青蛙岗 尽力是 他们要走 他们的一路 是 你不过 人家里的一路 有了 人家里的一路 人家里的一路 你不过 我岁月的一路 还在那里 你不过 封销 他就不过 大人 大哥 回来了 韩大人 怎么样 没事吧 什么事情都没有 明天天一亮 咱们就出发 您先好好休息吧 好 大哥 走 怎么样 大哥 你探听到什么情况 你说呀 前面那地方果然有山贼 真有山贼啊 那经过这里只有一条路啊 他们有多少人 三个 大哥 你明天不用动手 我来搞定 三十 三十个 大哥 那咱怎么办呀 大哥 你说句话呀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大哥 哥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咱怎么办呀 我饿了 饿了 我给你弄吃着去 你赶紧想个办法 我给你弄吃着去啊 我给你弄压 咱们 是 是 是 不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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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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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敢战士岳飞 奉朝廷之命护送韩老爷进京 请让路 不留下卖路财收将过去 杀了他 越联 优优独播剧场